那这些人就像十大 进来是他们先年 OK 接下来我们要讲 25比之2 Chemically Modified Electro 化学修饰电子 电气材料本身不符合 它产生氫气的电位值就不一样 迟到了就欠到 欠到 因为不符合材质的话 氫气产生的电位就不一样 比较明显的一些是那个狗 在它表面产生氫气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它的电位特别多 其他话也都是不一样 但差别没有那么大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 Chemically Modified Electro 简称CME 化学修饰电子 这一节讲什么的 这是新的 学长学姐 你们旧版里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电机材料 事实上已经很多了 刚刚看过了 那是不是就够用了 做研究的人觉得不够用 迟到请签到 签到 请你先到 知到先到 学化学的人 学得不够 很多的分析的对象 原来有的 虽然已经很多种了 但是够用了 所以它就在电机材料的表面 去做一些改良 英文叫Modified 你说改良也好 我们把它翻译成休息也好 那么这是我们做化学的 最专场的 迟到的先到 最专场的 不用不同的化学反应 让你的电机表面 它的性质做了改良 然后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边事实上 我们新版这边 作者们 放了这样一小节 chemical and modified 来说 那么让我们的读者 知道有这件事 那事实上在这个 过去十年里面 这个领域呢 发展得非常的快 所以它 很多西本书呢 就专门讲这个 像我们的课本里面 是一小节而已 所以可以讲的字在很小 这边只是去 demo一下 就示范一下 那你知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边有强调到说 我们化学 我们同学学化学 我不晓得你们 你们现在 什么感觉 学化学 好不好 过去很多东西 学化学的时候 很不好 尤其他父母说 学化学 都是毒的东西 污染的东西 会短命 尤其你东西 你还把他学化学 那这当然就是错误的观念 这些化学在现在 是相当吃香的 尤其是像电机器 材料系 机械系 他们的同学跟老师 其实很羡慕我们化学 因为现在最热门的奈米 跟我们化学有关系 是合成那些材料 跟化学做的 这个生科 有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化学参与 所以这个讲到合成 他们其他的材料 尤其是电机 机械 完全不懂 那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这是你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所以说 学化学人呢 是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做什么变化 然后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 是把电机表面 去做了一些改良 或者修饰 叫chemical and modify 来说 还用的材料 这边举的是 最简单最简单 让我们学化学人 一看就知道的例子 还有很多比较火灾一点 这边都没有提了 所以我这边也是 让我们也知道一下 所谓的化学修饰电机的损失 怎么样会评诡 这个是金属 像金和白金 那你可以施加正电位 让它氧化 氧化的结果是在它表面 这个电机材料的表面 有不同的氧化的灌热机 像carbonate group 这不算carbonate group 是氧 OH在你的金属表面 就是由氧的灌热机出来 同样的如果说是碳电子 large carbon 的话 你施加一个很正的氧化电位 它在表面 也会有一些氧化机出来 OH或是 这边是component group 这边是COOH 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 只要施加氧化电位 施加一个正的氧化电位 在它表面就会有这些氧化的灌热机出现 然后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生 进行化学盘 这是你 我们现在不管这个 整个那么长一条 这个结构是什么东西 最后是有一个ferocene ferocene 我不曉得你们在无际教过没有 ferocene 无际教过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关系 这不是重点 就是说我们不管这整条 这整条是我们希望接上去的 在我们的 这边是白金 白金的表面氧化之后 有氧在冠烈机的表面 所以它这样写法的意思 这是白金链子 我希望在白金链子表面呢 去接上 这样一个 一层东西 然后呢 它这个最外的这个冠烈机呢 是你要用的 它有特别的一个冠烈机在那边呢 它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怎么接上去 那 接上去的方式呢 你只要把这个 氧化之后的白金链子 放在一个溶热里面 这个溶热呢 是这样一个溶热 这个溶热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物质 或者一个化合物 很重要的是 它的前端是一个细 然后呢 有一个绿 细绿 有加一个结构的话 另外一段是你要的 那么 放在这个 电机放这样一个溶热里面呢 它就很快的 这个反应是很容易进写的 这个 表面的OH这个氢 跟这个细的绿呢 就会去掉 就会去掉 很快就去掉 然后呢 就接上去了 那这个是化学反应 很容易进行的 很容易进行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可以在电机表面来修饰上这一层东西 然后它有它特殊的一个反应 所以你会有这样一个优点 原来的一个白天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可以在它的表面来 去修饰成东西 让它有特别的一个行为表现 可以做更广的一个应用 那同样的 在这个 Blast Common这边 如果像这样 接上 像这样一个 这个在深化的 这个所谓的感测器 目前很热门的 就会常用到这样一个反应 那么首先呢 你的碳电机氧化 表面先氧化 生成这些光能剂 那么 那么用到的是这个关门剂 COOH关门剂 然后你要接的东西 是这个 这个地方是你要用到的 但是你要接在这个上面呢 因为有COOH 所以我只要这一端有这个 AMINAL GROUP NH2 AMINAL GROUP 它就可以接出来 这边有COOH 这边有AMINAL GROUP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去掉 脱掉一个水 就接上来了 AMINAL GROUP跟COOH 接上来了 那这样一个反应应该是 一般的这个CAP-TAC-BOM 类似这样一个反应 成合乳 这个是 这样反应应应该是 是CAP-TAC-BOM的一个 一个反应 是不是 应该是 那这个反应呢 我们常常用到 去生成 就是说 需要接上一个 像蛋白质之类的 它就会AMINAL GROUP 那你可以直接接上去 靠这样类似的反应 接上去 好 这边是 很简单的 作者希望的同学呢 我们学化学的人都知道 化学反应呢 这边我们用到两个 很典型的一个化学反应 那么可以去让你的电梯表面 接上 一个新的物质 那这个不是接一个 接一层 这表面呢 一层都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的表面 现在不是存着 Graphic 而是 有这个观能机 在表面 你要用那个观能机 去进行电话的反应 好 这个是介绍一个 Chemical Modifier来做 就是 改良 或是修饰过 一个电机表面的 一个方法 这就没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 一个新的单元 我们在做Volkometry的时候 改变电位 量电流 得到什么样的信号呢 得到这样一个信号 得到这样一个信号 电流跟电位的关系组 所以我们从Volkometry 往负电位 放映Scan 我们会让到一个反应电流 我们这边有三个区域看到 一个是没有反应的地方 这个区域呢 电位虽然从Volkometry 过0.1 0.2 0.3 0.2 可以接受 这样一个电子 它是Volkometry 所以电位到了 它的反应电流 附近的时候 但是它的反应电流 产生反应电流 但是它到最高点呢 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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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为什么 会得到这样一个关系 是我们这一个 那女人要介绍的 那这个地方要去讲的话 有一点点困难度 像前面这个电机 造什么样子 什么材料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绝误可以讲 就告诉我们事情 也不知 但是要讲这个关系 为什么都要讲这个关系 后面的这个警示 我希望你是需要御学 你要去配合 不过是光我在这边讲 你听完之后 要想像那个画面 你这样你够了解 所以希望御学在讲 那部分的时候 各样要专心去听 那所以这张图 我们再次就这样交代一下 就是 至于说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后面还会再介绍 这下来一张图 图片里面也是 要看一下 哪个有商场经理 就是说我们的 电话也反应槽 它在我们线路里面 那加一个电话也反应槽呢 因为是进行电话也反应 电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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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一个动 电子流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 这是一个电子电路 所以这个不是说 真的是一个电子电路 而是我们可以把它 并照电子电路来分析 所以 我们在前面看看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一个cell 那事实上 在整个线路里面 这个cell 是只有 我们这个cell 里面呢 这三个电子呢 它都可以用电子电路来取代 所以说 呃 即使 你不去做 真正的实验 你把这个cell 用电子电路取代之后 可以模拟 各位都做过 固化CM 模拟CM 电脑 一样的 你不需要做真正的实验 你把那个 动作电梯它的行为 它们的电力行为 这样的电力行为 在电子电路里面 它的行为 很好 真正的 描述出来之后 把它接下来 不需要做电话的实验 那你就可以去 模拟一个 CB组合 模拟一个实验 就是做实验 真正做实验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事 目前都做得到 而且 卖多难题 那怎么做到呢 它就要去模拟 公布电力 是它的行为 相当于电子电路 什么样的电路 tounter什么样的 相当于电子 这样就可以 这样子就可以 那个 把它模拟出来 所以 不用做实验的 你可以去预测 觉得它的结果会怎样 然后你真做实验 实验 真正的结果 跟它一样 预期的一样 所以这个很厉害 这个 科学家很厉害 所以你想要模拟的话呢 你必须对这个 你了解 它的角色 概念 你了解 你才能正确的模拟 真正的电脊 跟容炼 这个地方 发生什么事 它相当的电路在这里 那这个 我们先跳过去 因为要先讲一些事情 基本的东西 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先跳过去 不可以再走 所以下面这些呢 是基本的一些概念 你要进行电话 要反应呢 有一些概念你需要知道 首先今天问同学 Electrical Double Layer 变成双成 学过吗 学过 在哪里学过 文化实验 不是文化课 所以这张图你们很 一定很熟悉吧 好吧 那时候来解释一下 有没有想要试试一下 那时候就个画面同学 所以你们还可以看到后看 好 好 成真的呀 做个那个 知道他会有理念 可以知道 需要知道原因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什么是他会有理念 可以 可以 有没有想要 谁要介绍一下 有没有想要 有没有想要 觉得要介绍 这道肺炎的解释 对 一切可以要不要 我看你第一个感觉 很好啊 你能拖到试试看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我临时一下 你上一下这个 这个是 你知道多少讲 都想还有没有西化 就是忘掉了 你再补充吗 某某姐 学过没有 这是电双层啊 然后 嗯 就是这样照我听老师讲的 就是 首先呢 你会先看到这边有个电枝 可是因为电枝并非是完全完美的 所以电枝上面会有缺陷 所以在这边会有一些缺陷 缺陷 然后缺陷它所吸附的 是所谓的正电荷 就是这层会先有缺陷的正电荷 那它有可能是来自于分子离子 或者是原子离子 那因为这层是正电荷 所以它很快旁边会吸附一层负电荷 然后这边就有一台负电荷 然后呢 因为负电荷会 越靠近这个电枝 它的浓度 呃 强度会越强 那越 越后面就会有那个diffusion layer 就是在然后负电荷的浓度越弱 对 大家一讲 可以问一下 呃 你们讲 你们讲的是电子 你是电子 你做的是电子 也是电子 你们家电位 你们家电位 我先搞清楚 因为这个electric double layer 很多电荷会测 那我们讲到这个 一个粒子 本身表面就带 本身就带了电粉 它也会 周围也会 也会 那不会 那个不是电子 就是一个 一个颗粒 一个不理颗粒 在容量里面 如果本身 外面 带有整个负电荷的话 那不是电子 它的这个水溶液里面 只有正面 都不信不动 对 它不会 但那个不是电子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电子 所以我要问清楚 你们幕外 也是电子 也是相对的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幕子 这个学习 欸 你们是幕外 直接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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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吧 那我们来咖啡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我先要区别一下 我记得老师讲的 应该是 不理颗粒 不理颗粒 不理根本身有 比如说缺陷也好 本身带了电粉 就是 一句话就是 本身带了电粉 然后容量的这个 箱板片 我都信不过 那些也是差不多 没错 修一下 我所谓的这个缺陷 如果电极的话 不能这样解释 修一下 你们这样解释 我提起很乖乖 OK 好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 电话学 所以这边有个电极 那电极如果说 纯粹电极 放在容量里面 不加电位的话 这边理论上 不会有正面 也不会有负电的 容量里面的所有的正面 正面的负电 比如说 0.1mol 延伸的话 你的电源之中 也是0.1mol 延伸的话 容量里面的 七离子 绿离子 均密的负 在 零电几根原的 磷黄帆是无形 均密的 在电力表面也是均密的 那电力本身呢 没有电子 没有加电源 原来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是 你私家的正面位 电极上面 你私家的正面位 在私家的正面位 在私家的正面位之后 正间 很快 原来这个电子上 没有电 没有电位 因为你私家的正面位 所以有正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 你私家的正面位 所以有正面段 正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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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层就是我们的电双子 所以你的这个正电盒呢 在释迦电位之下才会出现 这个荣业里面的硬粒子呢 也是因为你没有正电盒在这边 所以把它吸入了 就在荣业旁边的吸过去吧 然后正电盒被排斥掉 所以可以有正电盒 而复电盒 复粒子 硬粒子 那 这所有电双子很简单 假如如果它是做电机 然后是这样电盒 你的解释应该这样解释 比如说这个材料什么 有缺陷 这样解释很奇怪 但是另外一只 我们继续学习另外一只 好 都因为没问题 那 这所谓的电双子 就是定义啊 你先知道 然后为什么会生成 是你释迦电位 正电位 正电位就是正电盒 然后这个 组约里面是硬粒子 反过来讲 就是我的同学呢 在课委上看到的 是讲的就是正电盒 硬粒子 然后就不会说 就想不到为什么会有负电盒 阳粒子 相反 比如说私家都是 负电位的话 这边就是 负电盒 然后这个吸引不过来 就是这层 我们也有阳粒子 所以它不要画两个 相反的话 你有自己的 有局域感染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电双子 那 第一个 你要知道 这个电器 只要私家电位 在瞬间 就会有电双子的生成 原来没有 现在有 那这样电双生成 又怎样呢 其实就比较重要 它会影响到 你测量电流的 这个电流子 所以第一个 这个电双子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那 所谓的tounding curve 就是因为有电双子的生成 四家电位 就有电双子的生成 那这个 原来没有的电荷 现在出现在这边 因为是四家电位 那这个电荷呢 就是电流 所以你会在 四家电位的瞬间呢 会在你的线路里面 出现一个电流 加电位加上去 加正电位 正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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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生成的同时呢 在鲜路里面 就有一个电流生成 这个电流 我们就叫做 charging curve 充电电流 那为什么这样叫 charging curve 它就把 这个电双子 看成是一个 这边有写 这一层就相当于是 你的电容 对不对 电电路里面的电容器 有个电流在这边 我一家电位 这边就会有 正电的累积 另外一个 可以付电荷的累积 付电流 这个整个新闻呢 就像一个 包括 那我四家电位 那个 那个 今天电荷的话 这个我们在电流里面 我们叫做 充电 充电 所以这个电流 我们叫做charging curve 充电电流 所以这个charging curve 是多大 就看你累积多少电 所以你电位 又高的话 你已经电位越多 你的电流就越大 charging curve 就越大 所以什么叫charging curve 就是需要去charge 这个生成这个double layer 它的电流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现象 就是私家电位 就会形成这个double layer 因为要形成这个double layer 所以在线路里面 就有电流通过 就是这个charging curve 瞬间通过 应该是瞬间产生 刚刚是电流很短 为什么呢 当你的电流也知道 你应该的电位 它就没有 不变了 就没有这个电 所以这个电流是瞬间 很短的时间 这个charging curve 所以什么叫charging curve 你应该讲过了 那这个charging curve 的产生呢 它并不牵涉 电流加在那边 它就自然会有double double layer生成 所以一定会有charging curve 那它根底的反应固 会不会发现 这个反应固呢 有没有发生这个 这个阳关的反应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电流加在那边 没有东西反应 它也会有charging curve 也会有charging curve 也会有charging curve 所以这个charging curve 跟你的 呃 在系统里面 有没有发生 电话也反应 老板也反应 是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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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点这个 哦 我们真的辛苦了 那相对于这个charging curve 还有一个名称 这个都是 刚才是二十二a 就是二十二章里面的a 这边是第六章 那么这边是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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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你们回去看二十二章 所以这个你们回去看二十二章 这个varity current 標的叫做varity current 还有这个non-varity current 还有这个non-varity current 那中文翻译成反阿力 current 电流 还有非反阿力电流 那法律电流 那么简单 什么是varity current 那这个current 就是你私家电位之后 会有东西呢 在电力表面呢 被氧化 或者被换应 那个被氧化 被换应 产生的电流 那个电流 就叫做varity current 就是因为有反应物 在电力表面 你私家的一个电位 比如说氧化的话 那个氧点一直在电力表面 被氧化 变成三辆电流 那个氧化电流 那个氧化电流 就叫做varity current 那这个varity current呢 它是跟你的浓度 是很正义的 你越高 发生氧化管一般 你的氧化电流 越大 这么乎一起 所以可以做电流 做定量的方法 这个很简单 Farity current 那 什么是 non-faring current 我私家电位下去 发电话额反应产 就念了 我们叫做varity current 那什么叫做non-faring current 就是charting current 我们刚刚讲的charting current 我将电位下去 电表面有电的产生双 新生双和double layer 电刷子 那就一定会是charting current charting current 跟有没有电话额反应 没有完成 但它只要电位改变 或是私家电位 它一定会产生 而且它时间很短 很快点要玩 这叫charting current 所以这边说 non-faring current 就是charting current 所以说 当我私家电位 去量电楼的时候 你量到电楼 事实上这里面有两个成分 一个呢 是charting current 电位加上去 它就有成分 它跟浓度没有关系 但是它存在 那另外呢 如果说正好也会反应好 你会量到一个faring current 但你量到一个总电楼 这里面事实上有两个成分 但你量到你不知道 你量到文明是一个total current 这里面有两个成分 那这两个成分 分析化学的观点来讲 希望呢 你的信号 是跟浓度成分 对 就跟你的分析的 这个浓度呢 关系的只有一个 faring current charting current 在浓度没有关系 但是它也正面 所以我们说 你量到的信号里面 有两个成分 有一个是你要的 有一个你不要的 但它还是在 所以它变成一个noir 我们前面那一招 回去吧 回去吧 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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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意思在进行 那我们在后面再讲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一次提到 这个地方呢 先知道一下 什么是这个 Electric AA 什么是这个 Chompy current 什么是 Faring current 你量到的实际上是 Colid current 不是这样吧 什么去区别吧 好 我必须要把这张奖 你才能回来看 谁能没有 是要看的是一个变电路 那这张图 你们以前看过吗 没有看过 这张图呢 几乎所有课本作者 他讲到 这个电话语反应的 方式的 一个process 或者 steps 一个reaction 这个电话语反应 在电表面 反正电话语反应呢 他的一个过程 通常都会用这张图 所以这个这张图的原来的作者 他一个很骄傲 他发表这篇配合里面的这张图 几乎所有其他的人学世界 这个中文的 英文的 作者 他讲到这个事情 来解释的时候 都用他的 所以他应该得益 好骄傲 那 那 这个内容来讲什么 事实上很简单 他只讲两件事情 在对面 在一个电器上 他发生电话语反应 还有两个基本的过程 但是这张图呢 这个作者 原来在画这张图的时候 是把所有可能发生 发生在电力表面 电话语反应是发生在电力表面 这个不是这样子 这边是容量 这边是电子 多片也在做 那他是把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个现象 全部在这张图里面表现出来 所以你看起来很复杂 很多过程 我在这边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就不要去管 比如说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不要管 你就当它过程这样 你只要看两个过程 基本的过程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 Electron Transfer 我们先讲项目 就是说我这个电话语反应 放置在Walking Electro 跟手务神的界面 放置在这个电力表面 所以我一定会施加一个电位 也会施加一个 这边写的例子 是Walking Electro 我希望三大点栗子 Walking Electro 所以我要在电子表面 施加一个负点栗 施加一个负点栗 施加一个负点栗之后呢 那么这个罗元里面 如果有三大点栗子 它就可以得电子 Walking Electro 二加点栗子 所以相当于说 我的这个 这边符号 氧化碳就是三大点栗子 Walking Electro 就是二加点栗子 所以今天的符号 相当于是三大点栗子 然后呢 半价点栗子 Walking Electro 所以罗元里面 一开始只有三大点栗子 的话 它呢 罗元里面都有 都是哪 所以这个地方 在电力表面 这个地方呢 也有这个三大点栗子 施加副电位之后呢 它对发生 Walking Electro 这个箭头是这样的 三大点栗子 从电力上得电子 这个电子 Walking Electro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 Electron Transfer 或叫做 Charge Transfer 做人 有的时候 不明显 Electron Transfer 你应该都两次 有的时候 不明显 就是Charge Transfer 指的也是这个过程 第一个 发生电话 反应在电力表面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 电子的得到 华元反应 反过来如果说是氧化的话 氧化物在这边 它要 这个 管缘它也在这边 而加电力子 它要变成三加电力子 要氧化 它要失去电子 电子 给电子 所以从这边到那边是氧化 电子要给电子 管缘的话 从电器上得电子 从氧化太后 变成管缘在这边 而不管是哪一个 看你氧化体的电位 进行了什么反应 这个过程 都叫做Electron Transfer 那你要发生电话的反应 那你当然 一定要完成这个步骤 是要叫做氧化 反应 发生氧化 反应 对不对 所以当然 这个一定要 完成这个过程 第一个基本的步骤 不要想转转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就 没有电话的反应 发生 所以Electron Transfer Charge Transfer 那 发生了这个电话的反应 之后呢 就是最基本的Electron Transfer 之后呢 好 我们先看 假如说 我们还是看 三角碟粒子 在罗云里面的三角碟粒子 电力表面 四加负电位 三角碟粒子 还原成二角碟粒子 那电力表面 现在三角碟粒子 还有没有 没有 都被反应掉 没有 我就电位 反应电位 加在那边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反应有停止吗 会不会停止啊 不会啊 因为 电力表面 三角碟粒子 反应 二角碟粒子 三角碟粒子 被消耗掉 没有了 第二层 还有 一个浓度差 电力表面 被反应掉 浓度没有了 那 你电力表面 稍微远一点 第二层 还有啊 浓度差 出现之后呢 就会发生一个 叫做 mast 比较远的地方 被送到电力表面去 所以你的这个 反应反应的 不会停掉 不会停掉 一旦 这电力表面 被反应掉之后 反应物 在电力表面 都不见到 没有了 消耗掉 那比较远的地方 它能够 因为能够差 能够送过去 diffusion 送过去 所以你还是持续的 会看到 因为呢 有mast 把你的反应物 从比较远的地方 送到电力表面 所以它 到电力表面 又被反应掉 所以你这样 会持续看到 这个反应电力 那这个过程 叫做mast mast 其他的 像那个 chemical reaction feedable state change 不要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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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过程 这个election 圈所进入电话 玩了之后呢 有更远的地方 又送口 然后持续的 被反应掉 那反应掉的产物 在电力表面 深圳之后呢 这个能够很高 那我们也没有 油烂没有这个 还原 没有二加铁笔 所以在电力表面 还原深层 的二加铁笔 这边能够比较高 它会抵护出去 所以还原的话 是这样一个过程 把电力表面 还原掉 然后呢 离开电子 氧化过程的话 反过来 是还原它的 放电力表面 氧化 给电子出去 然后呢 变成氧化带 然后移出来 所以这个是氧化 这个是还原 就像一个很简单的 事实上很简单 能画起来 看起来很复杂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用 电池 它会接收到电池 或是下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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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我们西家电池的话呢 这边 讲西家正面 正面的 低离子 这个形成变双子 没有反应性 有反应的话呢 反应过在这个电力表面 它就会氧化嘛 就像雅典离子的方便 雅典离子的方便 雅典离子就会给电子过来 就会把 二条离子给电子过来 给它 它去电子 二条离子会给电子过来 电子三条离子 对 对 这两个 两个 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 我想不知道 他这么忙 第一个学会的方便 他的数据就会有什么 好 那个步骤决定 Rate Determy 数据决定步骤 对不起 这两个都有可能 好 这个很好 你要完全一个 就是你在做静电外感应的时候 那 Electron Transcript 跟Match Transcript 都会发生 至于说 谁是 这个Rate Determy 这个Stat 那就看 你的实验的条件 跟你有电力表面的状况 就是你飞度到电力表面 它叫给电子出去 摸电子 那如果说你的电力表面很脏的话 我为什么要磨电子 那表面很脏的话 你做事因为失败 很丑的一个CV组出来 你会做失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飞度在电力表面了 整个反应了 但是电子传不出来 因为从招募一带那边挡起来了 你得电子 电子不顺利 它就变成这个Electron Transcript 变成你更慢 所以让你看到的结果 就不正常了 所以这两个是 Rate Determining Step 就看你实际的状况 两个都有可能 一般情况 比如说Electron Transcript很快 分析路只要到电表面 电玩也反应 Electron Transcript非常快 所以Rate Determining Step 通常是Mass Transcript 你看多快 送到电表面 都快 好 好吧 这个Mass Transcript 刚才来七分钟 好 我们还有五分钟 而剩下的这个很简单 这个Mass Transcript 它事实上包括了三个基子 就是说三种的过程 都会提供Mass Transcript Mass Transcript 就是一个东西 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叫Mass Transcript 这个化工叫做直传 但我给人翻译质量传递 不讲质量传递不太好 应该是物质传递 哪一个东西 把它送到另外一个东西 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一个传送 物质传送 我想翻译得比较好 不要翻译成质量传递 那这个Mass Transcript 或者Transcript 这两种用法都有 它在这个 这个不能叫做Maffin 就是这个方式呢 很多种 都属于Mass 结果都是让这个 那个物质呢 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 那Diffusion 那Diffusion 都知道 扩散 濃度高 断度低 血化学都知道 这个过程 叫做Diffusion 那另外两个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熟悉了 什么叫做Mibration Mibration Mibration 中文翻译成千语 就是移动离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化学 或者科学里面 这个Mibration 特别的意义 那通常是扯离子 这个离子呢 在一个电厂里面 基本上是在农月里面的方式 农月里面才有离子 离子呢 在我们私家电位的时候 所以一定有电子 农月里的离子 在我的电子 私家电位之下 有个电厂 所以这个离子呢 假如在我的 音子 就是私家负电位的 那个电厂 它上面是负电厂 对那个阳 阳离子有吸引 音律减埃齐 所以这个离子呢 在我的电子 就是电厂的影响之下 它会移动 这个移动的地方 Mibration 那我们就做Diffusion 在反映上面的私家电位 私家电位之后呢 它就会对 在电阻的离子 有相反离子 相反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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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 电厂的存在 让离子移动 叫Mibration Mibration 那我们希望这个现象发生 我们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 扩散公司 扩散公司 浓度差异 扩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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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希望 那些人发生 但是做新人 一定会私家电位 所以一定有电厂 所以它对离子 一定会有能力 一定会照自己Mibration 但也不希望它发生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融业里面 除了非系物粒子之外呢 我加上 濃度更高的 Electroide 所以我在融业里面 这个加进去 那个导电的 Electroide 融业 它的浓度如果高过 你的分析物粒子的 100倍的话 那这个电厂 对你的分析物粒子的影响 就造成Mibration 就几乎是维护其回 可以忽略过 那在真做时间的时候 我们的确 在融业里面 为了导电 融业里面 会加进去Electroide 它的浓度通常是0.1M 去算一下 一般的Electroide 0.1M 那你分析物粒子呢 通常是0.1M 差不多要倍 1000倍 所以浓度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通常的浓度 Electroide 融业里面 对你分析物粒子 高上100倍 没问题 所以在这么高浓度的Electroide 融业里面 那你的电厂 对你的分析物粒子 它造成Mibration的影响 就是Tinkers的影响 所以这一项 也会比较 那再下来 那我们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有一个Hydroide 就是有一个流动式的 这三个Ports Migration 会造成移动 还有一个Convection 会造成移动 最后呢 我们希望的是 这个 Infusion 或者是熟悉的 而不熟悉的 这个第二项呢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我们就会到下节目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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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